中国学生放暑假 同学们 我们学校明天正式开始放暑假 好耶 终于放暑假了 可以好好打游戏咯 然后这是你们的暑假作业 我们身边是问题不大 不就是暑假作业吗 到时候我抄一半写一半 还是能有很多时间玩的 同时我还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了让同学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学校决定组织一个为期60天的写作业下令 大家每天都可以来学校打卡写作业 还有老师亲自辅导 没有理由不争请假 美国学生放暑假 明天就是暑假了 你们放暑假都去哪里玩啊 我打算去雪山这滑雪 我要去海里选水 我要去大峡谷奔机 你们知道我有多勇敢吗 滑雪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邪波 我一无反顾的就冲了上去 才端了一条腿 快看我石膏上的这个签名帅不帅 这帅什么呀 我沉水的时候跟鲨鱼搏斗 两条腿都没了 还是我比较勇敢 话说裤子呢 啊 他不决的时候绳住断了 日本学生放暑假 我一直比一个晚上一个奇迹 诶 等一下 这怎么好像不是日本学生的暑假 这根本就是我自己的暑假 啊 啊 啊 好